基隆市长谢果良跟基隆知名艺人许孝顺相见欢 用一个热情的拥抱作为开场 共同与会的还有出身瑞芳的艺人NoNo等贵宾 跟基隆市政府官销处长郭继 文化局长江廷梅共同讨论 借近日本等国际成功经验来发展基隆的文化观光 这个文化历史观光咨询委员会 我们会好好的开会 做出结论来深化我们基隆的观光内容 谢谢 基隆加油 加油 加油 这我们说基隆要落后 后来还有后这个音 后来我们的在地的我们有更多文化 它是根深蒂固让大家更了解 这是我们想做的 对我们就研发一些顺口流 让基隆的产品推广出去 是 麻吃麻不行 食吃不离麻 为人来基隆廟口吃 红烧麻 你看 对对对 对 今天真好听 来去基隆廟口吃肉贴 哈哈哈 这算不错 这很棒 这对啊 干脆变成我们的这个 上我们的公车看板 这个顺哥跟nono哥来参与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光咨询委员会 我们是希望要有具体的共识 然后能够对我们的观光跟未来商业的发展 能够有一些具体实际我们要落实的地方 所以文化历史方面感谢顺哥给我们方向 那我们毕竟是一个政府机构我们会想办法来落实执行 目的是为了要增加大家对基隆的认识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炮台啊 过去的历史啊 甚至也提到了 透过了这些过去基隆对于战争的回忆 也提醒大家和平的可贵 所以非常感谢顺哥 nono哥跟我们的教授 我们的学者 大家都一起来讨论 那我们会把这些好的顺哥给我们的建议 落实在我们具体可以观光的商业内容上面 其实以前全台湾最时尚是基隆 对 你要穿最好的柏来瓶的衣服 是 一定要来基隆买的 对 我记得我想说 尾托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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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可以在港边办一个那个时尚周 有没有 大家走一周 走一周 对啊 是 真的 那个也不是说那个感觉会很 会很国际很大气 然后呢 其实其他县市也用港口来做一个 跟年轻人结合的这个演唱会的主题 他们说 高雄有大船在港 但是呢 他们的大船是在旁边 我们大船是真的是可以同便 直接开进来 就拍到我们的大舞台那边 对 然后呢 可能演唱人就在船上面唱 是 那个rock 我们其实可以慢慢来发想 对 真的 这是一个可以跟年轻人做最好的结合 我觉得 我们的行销要全面性 对 那有根基的一个历史的文物 然后这些背景 然后我们有现代的一些思维商模 然后呢 跟所有大人小孩 到基隆来 年轻人最喜欢 没来鸡人都不够时尚了 嗯 那么我以前在电视上 也是玉玲龙讲过一句话 我说鸡人人走路好走好山 是 鸡人人做风太穿车 说是 鸡人人风好都不怕 有喔 大家向前走 是 其实我们是比较不怕语 这是 真的真的 现在年轻人我们让他知道 其实以前基隆有很多这个文化 或是一些传统 或是一些 异正民俗的一些 大家可以欣赏 可以看的东西 那我们在不管是把它重现 还是再用新的方式 然后展现在 那种这个所有的这个 全台湾的人民 在这个面前这样子 因为基隆有 其实有很多这个文化祭啊 比如说我们有老英姐啊 有这个基隆中原祭啊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可以发挥 让大家共同参与 来基隆就是不是只有在庙口吃一吃 我们希望可以把人留下来 然后把文化推广出去这样子 许孝顺强调越在地就是要越国际 唤醒大家分享在地的优势 基隆拥有迷人的雨景 国际港口 庙口夜市 从美食味蕾 声音记忆到港口的视觉 大家一起努力 让国际看到基隆的印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